同時導讀 同時了解媽媽在孩子心中的模樣 松鼠的媽媽有沒有很愛她 有 人家跟妳媽媽一樣愛妳 有 給妳吃好吃的 讓妳吃得很健康對不對 真的 妳要先吃了一顆就好 近似書宣舉辦孝親活動 小小手自製茶點 奉茶時父母都感動極樂 這邊其實是在學散 然後也在學一些禮貌 我覺得像現在的小孩子 就是要多學感恩 才能夠知道說怎麼樣去對待人 藉由慈濟這樣子舉辦這個活動 然後讓宣寒這邊可以跟她同期的小孩 能夠有一起學習一個孝道的精神 甚至一個方式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活動 永和新亞客服則發起秘密任務 房市志工逐戶拜訪學童家庭 陸下家長對孩子的關心與期許 有沒有發現爸爸媽媽跟你們講話 他們都沒有提到說 要你的成績有多好 要你們有多大的成就 他們要的都是你們平安健康快樂的成長 小學和中學的孩子在志工的客服陪伴 學習過程不斷突破自己 新亞客服照顧學業 照顧心靈 帶一新聞 這是美之工 台北報導 好 好